大家好,我是Bob 我从2002年开始就在多伦多从事电工材料的采购和销售 期间结识了许多优秀的电工朋友 和他们一起合作完成了许多电工项目 在这个频道里面 我主要是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么多年来 电工材料的采购、安装和使用心得 以及一些电工朋友在安装这些材料时候的喜怒哀热 今天我们开始来讲解硬质PVC管 硬质PVC管我们英文叫Rigid PVC Conduct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正常的硬质PVC管 因为它重量轻又防火防水 所以又耐腐蚀、耐化学性 所以在电器工程里面我们使用非常广泛 硬质PVC管它的直径从二分之一英寸到八英寸都有 正常我们在Electrical Supply里面 我们正常的存货是从二分之一英寸到四英寸存货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根就是四分之三英寸的PVC管 我们设置它的内部直径 PVC管的内部直径 然后在Electrical Supply里面就是我们的这种电器分销商的仓库里面 我们正常的存的最大的就是四寸的这一根PVC管 大家可以看到这根PVC管的直径有四寸 而用的比较少 除非你能用到400安培的电容量 才会用到四寸管或者更大一点的 正常的一有四分之一用到100安培 两寸的PVC管用到200安培 PVC管的长度 一根PVC管正常的长度是两种 一个是十尺 一个是二十尺 在Electrical Supply里面 我们的PVC管存的长度都是十尺 工程里面用的最多的也是十尺 但是二十尺也是有的 你需要跟工厂可以提前预定 而且很快可以到货 好 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讲PVC管的构造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PVC管的两端 第一端我们叫Plan End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叫Plan End 是平滑的 跟直径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大小区别 我们叫Plan End 另外一端 我们把这一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端的卡口 这一端的卡口 大家有没有看到它变成扩张了 这个英文叫Solven Bell End 我们简称Bell End 我们叫它一个喇叭口 PVC管的正常的PVC管 是一端是喇叭口 Bell End 一端是Plan End 因为空间比较狭小 这里我主要是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知道在工程当中如何挑选PVC管 好 这个PVC管呢 平时在使用的时候呢 有许多特性 大家要注意到 在北美PVC管 我们使用的环境温度 不能超过75度 它是跟我们那个电气材料里面的 那个电线的温度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叫有的时候T90 T75 它的环境温度呢 在使用的最高环境温度为75摄氏度 或者是167华氏摄氏度 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区别就行了 我们现在下面开始讲解PVC Conduct的各种附件 PVCConduct的附件呢 有很多种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来讲解一下 第一个 我们先讲它的紧固件 我们英文呢 也叫PVC PVTstraps PVStraps呢 有两种 一种是这种U型的 是PVC做的 大家可以看到 像我手上这个抓的是 一有二分之一 这个也是一有二分之一 这是一四分之三的PVC 大家可以看我现在后面这根PVC管是四分之三的 然后呢 我扣在上面 然后大家可以固定在这个墙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PVC管就是这样固定的 但因为PVC质量清 跟普通的金属管不一样 PVC 这个Straps固定在墙上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试验 你固定在墙上的时候 这个PVC要固定的松一点 不能固定的特别死 能让这个PVC管能很轻松的在纵向上面可以 可以滑动 因为你在实际施工过程当中 如果你把它固定死了 这个PVC如果要拖动或者滑动的时候不能滑动 那会给工程造成很大的难度 所以大家要记得PVCStrap 这种双孔的PVC在施工过程当中 不能就是把它固定的很死 要让PVC可以纵向滑动 还有一种PVCStrap 这种Strap是铁制作的 在外面裹了一层PVC塑料 我们也叫它PVCStrap 其实它的内部是铁制作的 外面涂了一层PVC 根据加拿大电器规范 它最大允许安装紧箍件 比如说这个PVC尺寸小的 两个Strap就已经足够了 如果有尺寸大的 可能需要装三个 所以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表格 大家请看下面这个表格 PVC呢重量很轻 尽管是硬制PVC 但是很容易切割 你可以使用钢锯 木工锯 或者是专用的PVC切割器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上这是一个PVC切割器 对它进行切割 尤其是小尺寸的PVC呢 如果你手头上有普通的任何施工的锯 都可以来进行切割它 但是对于直径比较大的PVC 你要使用专业的PVC切割器 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切口很光滑 平时大家使用这种小的PVC 专用切割器都已经足够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PVC呢在切割之后 大家知道PVC在切割之后 我们怎么处理它呢 我们就要使用溶胶剂 这就是溶胶剂 但是我们俗称胶水 我们叫PVC Solvent 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PVC的浓胶剂 怎么使用呢 比如说这两个PVC 我把它切割了 这是两个切口 好 我们在切割之后呢 需要用干净的布 把它的表面擦干净 把里面的水分去掉 确保里面已经干燥 然后呢 你把这个PVC打开以后 这PVC里面是一个刷子 这个粘在这个瓶杆上的 然后在它的这两个 比较要接触的地方 这边抹上PVC 这个地方呢也抹上PVC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Belt End 这个是Plan End 插进去以后 然后我们旋转四分之一圈 就是一个90度 你确保它融合的 就是能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PVC呢 你一旦把它插进去 旋转四分之一圈之后 一般的像比如说 你要把这两个重在一起 你就不可以这样做 你需要这样 然后你看有个90度 我们现在把它合在一起 这就变成一个90度的旋转 旋转好了之后呢 正常需要等待5到10秒钟 几秒钟之后 它就可以已经干燥了 但是呢 在一些工程当中 有些地方比如说特别潮湿 或者温度特别低的时候 你需要等待24个小时 龙胶剂呢分两种 这个呢平时我们大家看到的龙胶剂 就是我们说的PVC胶水呢 有很多种 有很多种的那个包装 这个是250毫升的 这是500毫升的 还有更大的毫升的 比如说一瓶托 两瓶托 三瓶托 四瓶托的包装 在使用龙胶剂的时候呢 我需要给大家特别讲一下 这个龙胶剂呢 正常在4摄氏度到43摄氏度可以使用 对于特别低温或者潮湿的时候呢 你还需要使用一种特殊的龙胶剂 就是我们说的PVC Plimer 我这里因为没有准备啊 因为我的仓库里Primer是需要提前预定的 但是在做水管的地方是非常常见的 为什么呢 在温度低于 因为加拿大温度气温比较低 很容易低于零下15度 那要怎么用呢 Primer呢 这个龙胶剂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只是把它粘在一起 而龙胶剂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叫底漆 底漆会什么呢 会发生化学反应 你涂了龙胶剂的这两端 这一端和这一端连在一起以后 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 你把手放上去 它会很烫很烫 为什么呢 它会发生化学反应 把它彻底的连合在一起了 所以在要求特别高的地方 你的客户懂这个PVC的话 它会要求你 我一定要使用龙胶剂 就是Primer 在做很多水管的地方 很多地方呢 这个contract都会喜欢使用Primer 但是我们电工在 因为我们只是做一个铺管线 我们电线在里面穿 没有那么大要求的那种 密封性特别要强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PVC浇水就够了 好 我们下面呢 因为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格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对于不同的尺寸 比如说这个四分之三的 二分之一的 你有多少个要进行接头的地方 一瓶浇水能接多少次 我给大家列一个表格 给大家作为参考 现在我们下面讲PVC的可输性 大家都知道PVC除了不怕水 不怕热 还有耐化学性 同时呢 PVC也不怕太阳长时间照射 大家可以看到这很多地方 在室外 在屋顶 大家都会在工程里使用PVC Conduct 但是呢 PVC一旦加热到一定的程度 正常呢 126摄氏度的时候 PVC它就可以变得很柔软柔韧 可以进行形变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你可以把它弯曲 那PVC弯曲怎么做呢 在PVC工程使用到的时候 在现场你经常需要把它进行Bend 我们就是把它弯曲变成45度啊 90度角啊 PVC在弯曲的时候怎么使用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电工里面呢 我们建议使用这种 无焰高温PVC 我们叫热胶枪 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它是一个电动工具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电动的热胶枪 我们叫heat gun 就是我们叫做heat gun的 然后打出来呢 它是没有火焰的 温度很高 然后比如说你要把这一节 这个地方开始进行弯曲 怎么弯曲呢 你对着它吹 吹呢 把它吹好了以后呢 它就可以弯曲 正常这个温度呢 因为太阳光是不可能达到126摄氏度的嘛 这个是可以达到的 你这个呢 热胶枪有两种套 有两种套嘴 还可以进行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进行精确的控制 一个扁嘴 平时呢 这个圆的就已经够了 我们在热这个PVC管的时候 在Bend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两点 比如说这个PVC 是四分之三英寸的直径 我们Bend的 把它弯好了以后 比如弯成90度 弯成45度 这个PVC 我们叫Airboard的时候 它的那个弯好的 这个Bend 它的半径最大 是这个直径的六倍 比如说这个是四分之三 那它的这个弯好的那个半径呢 最大最大 不能超过它 这个四分之三乘以六 直径乘以六 好 同时呢 因为这个PVC 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特点 就是遇到冷空气 你在搬完了以后 遇到冷空气 或者冷水冷却的时候呢 它会回弹 所以比如说 你现在要把它搬成90度 那怎么办呢 你就把它搬得更厉害一点 过度的搬一点点 因为要防止它回弹 可以适当适度的 对它进行弯曲 然后它回弹以后呢 就会达到你想要的 弯曲的那个度数 好 这个就是它的可塑性 热可塑性 大家在平时 Bend这个PVC的时候 可以多进行几次尝试 多练习 在工程里面呢 就会做得更好 讲完了PVC的 Conduit的直管导件之后呢 又讲了那个Strap 两孔Strap 它的龙胶剂 就是PVCGroove 或者叫Solvent 如何切割PVC 如何加热PVC 讲完这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开始讲一些PVC的 平时工程人常用的一些附件 第一个 我们先讲它的弯管 这个英文呢 叫Albow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 两寸的PVC Albow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90度的 弯管有三种 一个是90度 一个是45度 还有一个30度 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一个 直径为两寸的 PVC90度弯管 Albow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都标得很清楚 两寸90度 好 90度的弯头呢 一头是Plan End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边是很光滑的 完全和它的那个管的 那个直径是一模一样 这边呢 又是一个Bell End 好 这是一个90度 这是两寸的 这个呢 是一有四分之一的 然后呢 这个是四分之三的 我们再看 这一个呢 这个就是45度的 导管弯头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45度 大家不要看 好像差不多啊 我们现在 我把45度和这个 90度的放在一起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区别 马上就出来了 这是四分之三的90度 这是四分之三的 呃 四分之三英寸的45度 大家 现在看起来差不多 我把它放在一起 大家可以看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弯曲角度 很明显 只有它的四分 二分之一 这个是90度 这个是45度 好 这个90度和45度呢 都是一头是bell end 一头是plan end 三四度呢 我们店里是正常 不存货的 PVC 因为用的非常少 如果真的有需要 这样做呢 你可以自己进行切割 进行弯曲 刚才我给大家讲过了 如何做PVC的弯头 三四度的弯头呢 两头都是plan end 没有bell end 三四度的弯头 但是我们店里没有 所以这次 就不能给大家演示了 好 同时呢 我们还有一种PVC的 是叫utility90度 这里也没有 所以下一次 我再给大家讲解 现在主要是 大家能知道 你到了Electric Supply店铺里面 你要买Albo 买的是什么样的 90度 45度 正常的 就是这两个 使用的情况 也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开始 看Conduct Coupling 我们也叫导管连接件 导管连接件呢 主要有三种 第一个 就是把它直连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上这个 就是两寸的 Coupling 这个呢 就是直连的 是没有角度的 PVC管 就比如说 这一根PVC管 四分之三英寸的 我们现在 把它拿出来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我把它套进去 然后呢 你在这边 再放进另外一根管 就是直连了 可以把它连在一起 这个就是叫Direct Coupling 我们简称Coupling 你到Electric Supply店里 买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Coupling 另外一种是Coupling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斜度 有一个五度的 五度的稍微倾斜一点的 刚才我在仓库里找 因为没有找到 因为用的比较少 给大家原谅一下 这个现在我只能拿出来一个Direct Coupling给大家看 但是还有一种是五度 就是这两个管子之间的角度 只是五度 用的比较少一点 好 我们现在看完这个直管的Coupling之后呢 我们再看其他两种 用的非常非常多的 第一个 Terminal Adapter 我们也叫它 它的TA Adapter 其实大家说的中文呢 我们就是说 公接头 这是公接头 一头套PVC管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头套PVC管 我拿一个大尺寸 这是两寸的 PVC管从这边进去 这边呢 是带螺纹的 带ThreadRod Thread 就是我们说的螺纹 外螺纹 一头PVC管进来以后 这一头干什么呢 接电气盒 伸到电气盒里面 这边再加Nuts 就是我们说的螺帽 把它夹紧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一头怎么就用的呢 四分之三的PVC管 这是四分之三的 Terminal Adapter TA Adapter 好 我把它接上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接上去以后呢 这一头进管子 进电气盒 什么进电气盒 进接线盒 什么盒都可以 它就是这样使用的 好 我们叫Female Adapter 大家可以看到 Female Adapter Female Adapter呢 一头接Conduct 接它的PVC管 另外一头呢 里面是内螺纹 跟刚才那个不一样了 刚才那个是外螺纹 刚才TA Adapter 是外螺纹 这边是内螺纹 你看 所以这也是一种Coupling 这一头接PVC管 这边呢 接PVC的外螺纹 Female Adapter 总共呢 PVC管的Adapter呢 有三种 一个是直的Coupling 就是连接件 一个叫TA Adapter 一个是Female Adapter 好 我们就讲到这 关于PVC 印制PVC Conduct的那个配件呢 我们再讲几个小的配件 平时大家也会使用到的 第一个 我们就讲它的O型圈 聚入语系O型圈 它是一个密封圈 它呢 密封圈 是这样的 外面是一个铁 里面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聚入语系 大家看它怎么使用呢 它主要是配合PVC的TA Adapter使用 比如说大家在 它这边一头接PVC管 然后这一头接电气盒的时候 要做到防水 怎么办呢 这个是四分之三的 这是一个Seal 我们叫O-Ring 很多电工呢 到电力来说 它要找防水的O-Ring 这就是O-Ring 好 套上去 四分之三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边就是变成了一个密封胶圈 所以呢 它的防水系数就更高了 做得更好的防水 使用的时候呢 很简单 就是直接跟这个Adapter使用 刚才我们讲那个PVC的Coupling的时候呢 还没有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Coupling它的尺寸 从二分之一到六寸 没有八寸的 最大是到六寸 不管是直的Coupling 还是TA Adapter 还是Female Adapter 最小二分之一 最大六寸 所以这个密封圈呢 也是二分之一到六寸 所以大家也知道 它的O-Ring 好 第二个呢 我们讲PVC的缩小套管 我们叫Reduce Bush 我现在手上拿到一个呢 就是四分之三PVC 到二分之一PVC的一个Reduce Bush 怎么使用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外面是一个喇叭口 好 在我的右手边 是一个四分之三的PVC 我现在把它 把这个Reduce放进去 好 四分之三到二分之一 那这个Bell End这一头 我就可以接 这边呢 左手边是一个二分之一的PVC 我们现在把这个二分之一的PVC 拿了放在一起 然后呢 你直接把这个Reduce 放到四分之三的里面 再把二分之一的放在一起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四分之三的PVC和二分之一的PVC 就连在一起了 所以呢 这个Reduce Bush 使用也是比较普遍的 也是很常见的 大家知道怎么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把它拆开 我们下面再讲 其他的PVC的一些小附件 第三个 这个就是End End Cap End Cap 比如说PVC走到一定的时候 你要需要用 找一个堵头 把它堵起来 专业一点 大家一定要使用End Cap 这个就是四分之三的PVC End Cap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写的End Cap 然后呢 四分之三的PVC 堵头 直接把它堵死 有经验的师傅呢 一般的车上都会放 还有更厉害的师傅呢 可能连这个都不需要 直接用胶水来封它 但是呢 没有这个专业 这个呢 你涂上胶水 你涂上胶水 脸面涂上胶水 弄好了以后 转动四分之一圈 90度 就可以把它堵死了 最后一个 我们讲一下Bell End Bell End就是 因为我这里没有四分之三的Bell End 就给大家拿了一个 这个就是Bell End 我怎么把这个PVC放进去以后 这边进去 这边又变成了个喇叭口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Bell Bell End 把直管 把Pell End 变成喇叭口 方便在安装 在安装过程中 有的时候你需要使用 那个Bell End 但是你另外一头是Pell End 怎么办呢 就加一个转接头就行了 好 另外呢 这个呢 Flash End 这个就是Flash End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头是PVC 这一头就变成了一个缩小的 这叫Flash End 好 PVC呢 PVC Conduit的硬质PVC管 我们今天第一讲 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主要下一节 我们主要讲PVC的 Expansion Joint 和各种各样的PVC的 Combination Adapter 就是我们说的LB LR T LLR LLC 各种各样的PVC的 组合式的Adapter 和它的弱缩管 好了 这期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或者觉得我讲的内容 对你有用 请按红色订阅按钮 并按小铃铛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或者建议 请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答复 也许我们下期视频的主题 会因你的问题而产生 谢谢大家